上期视频我们编织了法带的第一至第六行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往下编织 第七行锁四个起立针 翻转织片 在第一个中长针针目中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三针 然后调枣形针与长针之间的锁针孔隙处 编织一个枣形针锁两针 继续在中间的长针针目中编织一个长针 锁一针 接着同样在长针与枣形针中间的锁针孔隙处 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四针 然后在起立针第二个锁针位置编织两个长针 锁一针 同一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 第八行 锁三个起立针 翻转织片 在两个长针间的锁针孔隙处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六针 然后调枣形针与长针之间的锁针孔隙处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两针 在下一个锁针孔隙处 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七针 在锁针孔隙处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在起立针第三个锁针位置编织一个中长针 第九行 锁四个起立针 翻转织片 在第一个中长针针目中编织两个长针 锁五针 接着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锁针孔隙处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六针 然后在起立针第二个锁针位置编织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同一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 第十行 锁三个起立针 翻转织片 在两个长针间的锁针孔隙处编织一个短针 锁三针 接着调枣形针的针目 编织五个长针 长针与长针之间用一个锁针间隔 五个长针完成 锁三针 在锁针孔隙处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在起立针第三个针目位置编织一个中长针 之后再循环编织二十行 现在开始编织细带部分 第一行 锁三个起立针 翻转织片 接着调每一个锁针孔隙编织一个长针 一共编织六个长针 欢迎订 eines 锁针 FT perfectly 都��谈 织 вопрос 吧 接着交 Ec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起笛针第二个锁针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 第一行一共编织八个长针 细带第二行锁三个起笛针同时作为一个长针 翻转纸片 接着按顺序编织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完成 最后两个针目需要减一针 编织一个长针二变一 第三行锁三个起笛针 同时作为一个长针 翻转纸片 继续按顺序编织五个长针 第四行至第六行 重复第三行 每行编织六个长针 六行完成 断线留二十厘米线头用于缝合 另一端的细带需要重新起线 在第一个锁针针目入针 钩针挂线锁三个起笛针 同时作为一个长针 之后每空一个针目 调锁针 编织一个长针 一次编织七个长针 第一行完成后 重复编织第二至第六行即可 取出两个皮筋 右侧叠在左侧上方 再从左侧皮筋内穿出 发带的细带穿过皮筋一头 对折 用缝一针 在第二排针脚处 用卷针缝缝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